欢迎个焦点 政府再次援引紧急状态赋予的立法权 出台新法例 批准首相周大臣和首席部长 在紧急状态期间 不用经过立法机关审批 就能追加财政预算 政府今天在2021年紧急条例中 增设10A和10B两项新条文 赋予行政机关这项财政权 另外政府也冻结了两项法律条文 以放松国会下议院对政府财政的管控 国会在野党领袖南都斯里安华 就反对到底 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他认为国会通过2021年财政预算案 还不到四个月 因此政府没有必要掌控追加预算的权利 他认为这根本是滥用紧急状态